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算日低开170点 早段曾经轻微转升 其后再度受压 最多跌超过300点 收市仍跌228点 报23852点 成交增加到1445亿 美团上季迎转规被多间大行调低目标价 收市下挫7% 见超过一个半月低位 并且是跌幅最大的蓝筹 单一股份拖低行指155点 信与光学疫时升超过3% 是表现最好的蓝筹 投资者忧虑澳门博彩业前景 美高霉跌一成 银鱼和金沙齐齐跌超过半成 全球多国因应变种新冠病毒Omicron 收紧防疫和入境限制 国航跌半成 南航和国泰齐齐跌超过3% 忧虑疫情影响供应链而推高运费 中远海虹升一成 和海峰国际齐齐建两个月高 内地统一监管电子烟和传统烟草 中国波顿疫时急升一成一 斯摩尔升百分之一 见近半年高位 康喜诺生物开始针对变种病毒株研发新疫苗 股价升近半成 中国能源建设合组财团 中标内地一项铁路工程 公司并且宣布发展轻能业务 股价疫时飙升三成二 二日高收市 恒大汽车退还未动工的地皮 并且出售部分资产 收市急错良成 据悉刑妇基金监督委员会 正是就刑妇基金经理人的委任 进行复检和选拔 预计最快春年二月有结果 刑妇基金说者将会更换经理人 据了解 刑妇基金监督委员会 邀请了不同的资产管理公司 参与续称选美的镜头检介会 目前正在审核建议书 考虑准则包括过往基金管理表现 公司背景和架构 收费建议 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等 预料最快明年二月有福检结果 据了解 候选的经理人 包括恒生银行旗下的恒生投资管理 中资的南方东英资产管理 以及道复环球等美资公司 监督委员会期望未来大约每五年 进行一次委任福检 刑妇基金成立至今已经22年 一直委托道复环球为经理人 但自从年初 道复环球因为遵守美国制裁令 暂停追踪部分中资的恒子成份股 其后虽然迅速转带 恢复买卖 但仍然引来批评 金管局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不评论市场传闻 刑妇基金是本港最大的港元计价ETF 即是交易所买买基金 追踪恒生指数 资产管理规模超过944亿 无线电视记者 张雪亭报导 澳门贵宾厅中介營运商 太阳城集团主席周卓 说涉嫌不发经营赌博和洗黑钱被捕 据报已被击压 有业界人士形容 行业前景变得困难 澳门警方拘捕太阳城集团主席周卓 等11人 涉嫌经营海外平台 招揽内地居民非法赌博 有业界组织认为 由于它属于行业龙头 而且牵涉内地与澳门法规 对整个赌场贵宾厅业界难免带来冲击 他形容整个行业都在观望状态 也不排除有客人担心前景 大举提走现今 摩通发表题为《再见》中介人的报告 估计内地打击跨境组织赌博 范围其实包括澳门 而且正值赌牌续期的关键时刻 可能影响澳门政府对行业的观感 今次也是第一次拘捕中介公司的高层 不排除行业收入 未来几个星期会立即收缩三成到五成 但是花旗认为近年赌业股 对贵宾厅中介的依赖程度减少 现在占博彩收入少过一半 近期股价回调是吸纳机会 迎接港澳重新通关等利好因素 有客者相信今次事件会对贵宾厅业务 造成震荡 但是对整体博彩收入影响不大 周彩华的太阳城集团 是澳门最大的贵宾厅中介 试占率达到四成甚至更加高 温州市检察院上星期五批准逮捕他 因为涉嫌组织内地居民到境外赌博 他旗下的海星控股 在俄罗斯海森威经营的赌场 早前亦被吉林和黑龙江公安指控 牵涉非法组织境外赌博 涉款超过16亿元人民币 无线电视记者黄文軒报道 有统计划截至上星期四 打工仔的强质金户口 今个月平均涉近900元 有强积金顾问统计显示 11月强积金投资回报率是负0.3% 以450多万个强积金帐户计 平均每个户口是896元 头11个月累计 投资回报率是1.3% 平均每个户口赚超过3300元 按投资类别划分 11月股票基金 混合资产基金 和固定收益基金 投资回报率是负0.2%至0.4 头11个月累计 混合资产基金回报比较好 有3.3% 欧书丹中期多赚近3倍 截至9月底中期业绩 顺利超过5900万欧元 毛利率收窄2.4个百分点 去到79% 销售净压升1.2% 有6.9亿万欧元 当中香港业务增长5.8% 内地业务亦增长2.7% 中国水务公布中期业绩 顺利录得双位数增长 期内纯利有近10亿2千万 过年增长2.3% 同期收益亦增长2.6% 去到超过64亿 中期息每股派16港鲜 过年增加近7% 据报内房花样年 出售两个北京项目的股权 花样年和同系的财生活 开始前短暂停牌 以待刊发内幕消息公告 内地澎湃新闻报道 花样年证实转让两个北京项目的股权 认为交易有助公司减债 减轻上负压力 并且补充流动性 公司并且正推进一系列的减债工作 采取措施缓解流动资金问题 未来不排除再出售其他项目的股权 花样年9月底 因为未能预期支付到期票据 停牌超过一个月 在今月10日才复牌 欧洲股市三大指数都传线向上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71点 巴黎Kat指数升69点 德国Dex指数升83点 财警消息先看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报道 新变种病毒Omicron继续在全球蔓延 本港亦都再发现多一宗 加拿大和苏特兰首次发现Omicron个案 日本明天起封关 本港再发现多一宗新变种病毒株Omicron输入个案 至今累计有三宗 政府强调已经成功倒截 相信未有流入社区 并加拿大和苏特兰首次发现多一宗新变种病毒株新变种病毒株 他上星期三由尼亚尼亚经泰国抵港 没有病症 在北角华美达盛景酒店检疫 第三日的检测样本呈阳性 同时验出M501Y变种病毒 他10月初已经完成接种两剂莫德纳疫苗 政府说累计的三宗相关个案 未见他的接触者有确诊 相信未有流入社区 因应最新发展将会加强发现相关地区人士 来香港的登机和检疫安排 也加快基因排序 包括将所有出现Omicron个案的地方 列入A组指定地区 即是不是香港居民不能登机来香港 个别的地区涉及Omicron的风险较高 例如当地已经发现怀疑有社区的感染 政府亦会对相关抵港人士实施 比其他A组指名地区更严格的检疫及检测要求 包括要求他们必须去到足高湾检疫中心 进行七天的检疫 期间亦必须每天进行病毒检测 之后才可以获得准准去指定的检疫酒店 Omicron的变异病毒株在全球扩散的速度是极快 我们是必须要比严阵以待更严阵以待 那是不是都需要禁止有Omicron个案地区的港人反港呢 是一个平衡风险的决定 当然我们不排除这个病毒再多些资料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新的安排都未顶 为什么我们会去足高湾是七天不是14或21天呢 这个都是要平衡我们整个安排 以及我们预计未来可能发生这些高危地区的数目是会增加的 当局说全球对Omicron的资料不多 暂时见到个案感染之后三至四日发病 而本港三宗个案仍然在医院独立隔离 情况稳定 三个人里面两个人没有病征 一个人喉咙痛不需要用药 当局暂时评估治疗Omicron的方式不变 也都不会影响检测的准确度 究竟对疫苗有没有什么特别影响的传播性 个案的数据少 不过我们都和世卫都有联系过 世卫都现时觉得 现时的疫苗都对于现在的病毒株是有一定的保护的 可能对于那个传播的保护有机会较低 但是对于去防止一个严重的併发症或者死亡 这个绝对打疫苗是有帮助的 陈绍子又说因应Omicron最新发展而加强的措施 贯彻了内地专家的建议 暂时看不到新的变异病毒株对通关安排有影响 相关工作会继续 母纪电视机者刘俊玉报道 另外新增三宗输入个案 全部带有L452R变异病毒株 已经完成接种疫苗 其中42岁男患者是一个机师京芬兰和新加坡昨日抵港 另外两宗涉及73岁男人和69岁的女人 分别由印度和加拿大抵港 两人的家人由于早前已经确诊 他们都是在竹高湾检疫中心检疫期间确诊 初步确诊少于10众 下个月9日起 所有食肆、气院、健身室等表列处所 强制使用安心出行 至今未公布豁免群组 当局说正就部分受措施影响人士制定替代方案 现在安心出行在很多不同的处所都已经在用着 我们也有些经验 但是再扩大这个使用范围的时候 当然我们也理解会有些人可能是不便 但是我们也会制定一些合适的代替安排 现在我想一直都在处理着 他又说政府正研究将疫苗气泡 扩展至所有食肆等的处所 正是需要打针才可以进入 强调世界不少地方早已经有相关措施 日本港部分表列处所 包括酒吧和卡拉OK等也都已经实施 他相信Omicron变异病毒株的出现 市民都期望有措施推高接种率 加拿大和苏格兰首次确诊 变种新冠病毒Omicron个案 多个月就相计收紧防疫和入境限制 日本明天起禁止所有外籍人士入境 浙大工业国紧急开会商讨对策 世界卫生组织也会商讨 无线电视记者来尽量报道 我们转看下距离立法会选举还有三星期 内地港人口日起可以经过网上预约 投票日到香园为洛马州支线和洛湖口岸投票 之后回到内地无需隔离 名额11万1千个 新处内地的选民首次无需回去所属选区的投票站 而是在边境口岸已经可以投票 地区直选和功能界别选民 星期三起可以经网上预约 选定到时到哪个投票站投票 名额有11万1千个 先到先得 而选委会界别的选民 不能够寻一个安排投票 名额最多的是罗湖 超过4万个 罗马州支线和香园为口岸各有3万多个 登记之后3日内 选民会经短信或者电邮 收到登记结果通知书 投票当日需要带备身份证 回乡证 登记结果通知书 并需要在投票日前48小时内 在内地做检测 进入票站也都需要出洩内地绿色健康码 当局说安排获内地相关部门同意 我们完全没有考虑投票率的问题 我们纯粹是因应社会的要求 今次这个安排我们都说了 暂时来说是一个一次性的安排 因为始终是疫情的关系 我们因应实际情况作出这个特殊安排 至于未来会不会继续采取这方面的安排 或者其他选举 这个视乎到时的情况而定 投票结束之后 口岸投票站也都会改为点票站 候选人或者代理人 可以申请到场观看点票 但不设公众监票 因为主要都是考虑到防疫的安排 目前我们那个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 这个是所管轄的或者所监管的范围 不止于是香港的 这些如果是一些舞弊的行为 或者非法行为 即使是发生在香港以外的地方 仍然受到这个条例的监管 被问到内地港人 是否符合通常在港居住 曾国卫说 每次更新选民登记冊 也都有机制检视是否符合定义 而根据选管会文件 如果某人暂时因为某些原因不在香港 仍然被视为在香港 也都可以同时在两个地方通常居住 他又说是按现行法例及机制安排 不担心受司法覆核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报道 立法会在新选举制度下 新界分为5区 其中新界西北 覆盖屯门区和部分元朗区 有三个候选人生两职 屯门公路车多 对于屯门等的居民来说 如果需要每日长征出入市区 都挺头痛 立法会选举新界西北三名候选人 都提出长远要发展新铁路线连接当区 短中期又有什么计划呢 大眼隧道2023年 政府收发 我现在跟他说说一定要免费 如果大眼隧道收回免费 屯门公路的擠塞情况立即解决了 住元朗的人不会再开车来屯门 条件就是政府一定要自己下决心 有补贴才可以 就是在屯门码头开始一条航线往中环 其实这件事呢 相比起你说建一条新的铁路 或者建一条新的干道 都来得快 通过前海方案可以引入到一些大型的 藏货机构进入来 中长期来说是我们要解决市内区内的就业职位 我相信才是长远能够解决到公路等等的交通问题 三个人政治光谱各异 民建联周浩鼎认为属于传统建制派 也都不是十拿九稳 我们那个立场是很清晰很坚定 人们知不知识有这个立法会的选举 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公民的参与 在这里投票呢 这个是大家目前这一刻我们未见到的 外界叫他做建制坏孩子的实证员卓田不辰 又怎样看自己的选情呢 我也都不相信将来市民 会靠这些这样的标签去减投票给什么人 所以我们最紧要是走回我们自己 坚持理念那条路 新思维黄俊朗强调自己是非建制派 会卖青春吸引支持 我会比其他两位候选人比较贴地 因为现在整个社会气氛社会形势 告诉我们青年人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都是代表下一代 我都是努力在奋斗着 希望他们能够支持我 新界西北选区包括屯门区和元朗区的东南部 即是元朗中心 丰莲 十八香 平山南等等 市民投票之前记得留意自己属于哪个选区 无线电视机者 郭永恩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